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各位大德 我们在成绩上一个单元介绍到善才童子参访 开夫一切树花主业神 那么听闻到这位主业神跟他所教导的 如何教导众生对治法 我们已经介绍了前面的八种 就是教导牵令者能够赞叹布施 为破戒者能够称阳境界 为称慧者教助大慈 为怀恼害者另行忍辱 还有对懈怠者要能够令其精进 散乱者令修禅定 恶慧者令修剥落 热小秤者令助大秤 八种 那我们也介绍了一点 第九个就是热灼三界 诸去终者令助菩萨愿波罗蜜 那我们今天这个单元 就从这个部分再继续来探讨 那我们来称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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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声唯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辞 愿解如来真实意 那么在经文就是提到 热灼三界诸去终者令助菩萨愿波罗蜜 那这个也就是开夫一切述花主业神 他教导众生不同的性质的 那他呢就是对治众生的这样的不同的教化 所以有热灼三界诸去终者 那这个部分呢是强调在于 就是有众生他对三界 欲界 色界 无色界 不知道这个三界本身都是无常 那三界呢都不是永久的 那他们只是在三界里面呢 各自执着而生快乐的想法 欲界 色界 无色界 那这个部分呢 当然有贪那么有吃 这样子的一种成分在里面 热灼就是执着就是贪 贪念 那愚痴的本身呢 就是看不到三界如火宅 这样子的真正的智慧 那他们会热灼三界呢 他们就主要就是在欲界 色界 无色界 他们自己所存在的这样的一个空间 他们就觉得说 这个就已经很好了 像说欲界里面 那就是充满了贪生痴烦恼 可是呢 他只要在这个欲界里面呢 五欲 就是眼睛喜欢 或者是耳朵所热闻的 或者是鼻子 喜欢的这个嗅觉 或者是口所尝到的 或者是身体所感受到的 任何的这种热 快乐的触觉 那这一些呢 他们都觉得说 那所要追求的快乐 就是在这个五欲之中 那热此不疲 那他们不觉得说 在这个里面所产生的这种痛苦 还有在这个中间所贪质的这些 五欲的对象呢 实际上呢 本身都是无常的 本身呢 本质都不是实质的 可是他们就是愚痴到 没有办法看到这样的真相 所以一般呢 就是在这个里面 在一直追求 所以呢 我们说 世间 那乃至呢 这些名利 那这些呢 都是 所追求的对象 那都以 这个为他们的生命的这种 价值 所以在这个里面呢 他没有办法脱离出来 那还有社界的众生 或是无社界的众生 那社界的众生呢 因为他们就已经开始呢 有一种安定的状态了 那再到无社界的时候呢 他们就是存在这种精神的 这种状态里面 那他们就觉得说 那这个就是一种 他生命的寄托 他生命就安住在这个中间 那这个部分呢 就是没有办法看到 这种脱离 这种苦的境界 因为即使在社界 或是无社界 那他们就会有天的 这样的享乐 那寿命也很长 可是呢 他的这种时间性 都还是有限制的 都不是永久的 所以他的抱有静的时候的时候呢 那他还是会去受苦 那就是他没有办法 这样子整体观 那应该是他本身 也没有办法听闻到佛法 了解真正的这种 世间的真相的这样的一个智慧 那一方面呢 他自己本身呢 执着在他自己 对于欲界 色界 或者是无色界 这样的一种 这种快乐 他们就觉得 这个就是永久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要教导 这样的众生呢 让他看到 看到呢 佛菩萨的境界啊 所以呢 就是要能够 起菩萨的怨波罗命 就是他自己本身 有执着的这样的一种 这种对象啊 他应该要扩展 那所以要发这个愿 就是要学习佛菩萨 那有佛菩萨的智慧 还有佛菩萨的慈悲 那智慧的话呢 就是开展看到我们生命的 更深更广的这样的层面 然后呢 就是有慈悲的话呢 就愿意呢 也能够度化 受苦的众生 那这样的时候呢 就不是只有安住 乐着在 欲界 色界 无色界的 这样的一个小小的 这样的一个境界里面 那应该呢 就是在扩展出来 所以呢 能够有这样的怨波罗命 是菩萨的怨波罗命 那这个是第九的部分 那第十的部分呢 就是教导众生呢 他是属于福治为劣的众生 就是他们的福报 他的智慧呢 就是薄的 也要少的 没有福报 还有呢 他们的智慧 能够观察世间的这种 真相的能力 也薄弱的 那么这样子的众生呢 他们是 为诸 结业之所逼迫 多留爱者 就是说 因为他们少福报啊 那他们呢 就是多障碍 就是多障者 那他们自己本身呢 就是受到他们的业障 业报 所障碍啦 所以呢 他们这样子的一个 福治为劣的这样状态呢 就要教导他们呢 能够令住菩萨 立波罗命 就是说 他有业力的这样的障碍啊 那么他现在呢 就是要靠 他的这种 发这种 要对破他自己的这种障碍 当然也是要起一个愿啊 那所以呢 从愿里面呢 产生的实质的力量 那不只是 对破他自己的障碍 那要对破自己的障碍呢 当然就是 要提起精神啊 那实质的去行 这种善业 多修福报 那就是要从 能够 跟众生结善缘的 这样的实质的这种善业 那要能够修福报呢 就是我们从身体的劳动啦 用意帮人家服劳役啊 服务人家啦 那自己呢 也要能够 能够真正的去发展自己的能力啊 扩展自己的能力啦 那这个部分就是自己的智慧提升 那自己的智慧提升 然后愿意呢 为众生服劳役 那这样的时候就是 修福跟修治 所以福治的本身呢 都是要一股的力量 就是我们要提起精神啊 我们愿意来突破自己的 这一些的障碍 因为障碍是我们自己的 过去的这一些的业 所形成的啦 那过去的业呢 也就是说 我们以前 我们是怎么样子在过生活的 我们以前的生命 是怎么样的状态啦 那我们过去呢 不愿意跟人家结善缘 那这一次呢 我们的福报就少 我们众生呢 看到我们就没有起欢喜心啦 那这个福报少 那我们过去呢 自己本身呢 也不愿意呢 起一个力量 来对峙我们自己的贪生痴啊 懈怠啊 种种的这些的习性 所以呢 我们自己本身啊 就好像把自己的心啊 就好像闷在我们自己的一种 好像局限里面啊 那不愿意走出去 不愿意打开我们的心门啊 那多学习多看 看要看好的 那听一听好的 那要听闻到真正对我们自己 有利益的是看到自己的问题 然后呢 真正发展我们自己的力量 那这些呢 才是真正有利益的 那从这样子呢 是真的都要有一个力量 在那里支撑 所以说要有利波罗蜜的时候 不只是利益自己 打开自己的问题 破除自己的障碍 然后呢 还要有菩萨的这样的 愿意利益众生的这样的力量 愿意去 就是能够帮助众生啊 所以这个时候呢 才是真正的能够开出 我们自己的福报跟智慧 所以这个时候呢 解决了自己的问题 也解决了众生的这样的一个 困苦的这种帮助 所以这个呢 就是令助菩萨利波罗尼 所以这个是教导众生 对峙自己的问题 还能够行菩萨大 是这样 然后呢 就是也教导有一些众生呢 他齐心暗昧着 那没有智慧的 那要令助菩萨制波罗蜜 所以呢 在六度在开展到十度的时候呢 这个部分的制波罗蜜呢 就是比前面六度里面的 菠萨菠萨呢 更加的圆满 更加的开阔 因为波罗蜜 就是能够让我们众生 从我们自己的局限的此岸 到达菩萨或者是佛的彼岸 所以波罗蜜呢 本身呢 实际上就是 让我们能够圆满的 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前面的不管就是六度啊 布施 持戒 忍入 精进 禅定 波罗啊 那这一些呢 就是让我们能够到 圆满的彼岸的方法 那六度是基本的 然后再扩展到 菩萨 佛的 那就是还要再增加 愿波罗蜜 立波罗蜜 制波罗蜜 还有一个是方便波罗蜜 那在这个里面呢 就是开夫一切 树花 主业神 他没有特别在标 方便波罗蜜 可是呢 就是当他在 对不同的众生的根基 那不同的教化的时候 基本上也就是方便波罗蜜 那在最后的这个 制波罗蜜呢 他又有别于波罗波罗蜜 就是主要的应该是 在于波罗波罗蜜呢 他是主空 就是能够看到一切诸法 就是我们的生命本质 还有我们的这种 正报跟医报 整个环境的这种 互相的牵连的关系 他对我们 就是还没有了解 一切真相之前 我们看不清楚 这一些的状态的这种原理 所以波罗呢 他就是有这样的一种智慧 有观察到他的真正的关系性 那能够看到说 那因缘法本来他就是空的 那我们不受这样的一个约束 就是不会局限在这种 中间里面起贪生之烦恼 所以这样的时候呢 是波罗的一种基本的这种作用 然后从空里面呢 当然也要看到 在空中而不空呢 就是说那他本来的本质是空的 没有他的实质性 可是呢 又有世间的这种互相的 这种关系的影响 所以我们也要去了解 所以他有假有存在 那我们就要去了解这些假有的关系 那到了这个菩萨的自波罗蜜的时候呢 就更加的扩展了 那就还要再发起呢 了解整个的这种正报意报 乃至跟一切众生 乃至到佛菩萨 整个的这种智慧 我们都要去学习了 那就等于是法门无量试愿学 众生无边试愿度 那种种的佛道无上试愿成 那这些全部都要去圆满 所以这个时候的自波罗蜜呢 是等于是成就佛跟菩萨 这样的这种境界的智慧 所以这个地方呢是更加宽阔 更加的圆满 所以这个部分呢 就等于呢 是种生所有众生 如果还没有到这样的层次的呢 那都是齐心暧昧 就是等于是还有无名 还有无知 所以呢 他们还要再继续再提升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是要能够发展 菩萨的自波罗蜜 所以这个部分呢 就是等于我们看到 这个开夫一切树花主业神 他教导善才童子 他对治众生的这样的教化的法门 那他讲完了这个部分以后呢 他就再告诉善才童子 他说善男子 我已成就菩萨出身 广大喜光明解脱门 他就再告诉善才童子 他所成就的这个解脱门 是称作菩萨出身广大喜光明解脱门 那这个部分呢 就等于是说 他上面教导众生的这个部分呢 是他实质来实践教导众生的这种解脱的方法 那他讲完这个以后呢 善才童子又接着问说 那大圣啊 他说是这样的尊贵的圣子 那这样的解脱门的境界怎么样呢 所以当善才童子在这样子问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当他要在问的这个境界呢 就是属于他所正道的这个菩萨出身 广大喜光明解脱门的他的体 就是说他进入他自己本身的这个解脱门里面 他自己本身除了教化众生的 这个部分呢是用 就是他来度化众生的这个方法 可是呢他要度化众生 他自己本身还有他自己的境界 就像说一个老师他在教学的时候 他教学生是什么课哪一门哪一门 那这个是对众生 对学生的对积而开的课 可是呢老师除了这个教的课程以外呢 还有老师自己整体的境界 他不只是开这一些课 他的能力只是局限在这个部分 他还有老师自己本身的 他整体的这种能力 所以善才童子他也很会问 他说那你教导众生的这个部分之外呢 那你自己的境界到底是怎么样啊 所谓的菩萨出身广大喜 光明解脱门 还有怎么样子的你自己的这种体的这种整体性啊 他还有他的内含 真正的内含啊 所以这个时候呢 这夜神就告诉善才童子啊 善男子啊 入此解脱能知如来普射众生 巧方便智 所以他就说 他真正的这个境界呢 称作菩萨出身广大喜光明解脱门 实际上是他能够知道 当菩萨说能够知道的时候呢 实际上他是已经进入了这样的一个 对象的境界了 他能够进入什么呢 进入如来 就是佛啦 那在华严经里面的如来呢 实际上呢 基本上的祖尊呢 就是辟如这那如来 那就是等于说 他已经能够进入 辟如这那如来呢 他普射众生的巧方便智 所以说他能够呢 看到能够进入到 辟如这那如来 辟如这那佛啊 他怎么样子普射 就是一切都能够度化 这样的众生的 善巧方便的这样子的境界 那接着他又告诉善才同志说 那云和普射呢 所以说他要接着告诉善才同志 这个普射是怎么样 然后呢 他能够进入辟如这那如来 他过去呢 能够在他行菩萨道的时候的 这种种种的菩萨的 度化的这样子的 整体像海一样的菩萨形 所以这个部分呢 就等于是善才同志在 请问这位开夫一切树花 主业神 他自己本身的这个菩萨出身 广大喜光明解脱门的境界 那这个解脱门呢 竟然呢 就是 这位主业神告诉善才同志说 他这个解脱门的境界 既然是能知如来 普射众生 巧方便志 那接着 他就要解释说 这个里面的内容是什么 他名称是称作 出身广大喜光明解脱门 那从这个解脱门呢 他是能够知道 如来 普射众生 巧方便志 所以这个部分呢 主要的 就是 他能够知道 如来是怎么样子 在整体的普射众生的 巧方便志 有去等于是 如来的教化众生 度化众生的 这样的一个整体性 那在这里呢 这个能知 在 法院经里面 大菩萨的境界里面 我们看到他 谈到能知的时候呢 实际上 他都已经是进入这样的状态了 他的知呢 是已经看到了 然后呢 就在这样子的对境里面了 所以呢 在这里呢 应该是 他的这个解脱门里面呢 就已经进入到如来 就是怎么样子来度化众生的 这样的方便善巧呢 就知道了 那这里的如来呢 在法院经里面的主尊呢 主要的也都是指着 辟如则那如来 辟如则那佛 所以 他紧接着呢 就要从 他所 告诉 善才同志的说 他能够知道 如来 朴色众生 巧方便里面的内容 那他第一个呢 要解释的就是 里面的朴色 就是 如来 朴色众生 巧方便志 是什么样子 叫做普色呢 他告诉 善才同志 说 善男子 一介众生 所受诸乐 皆是如来的 微得力固 那都是 顺如来教固 都是行如来语固 学如来行固 得如来所互力固 修如来所应道固 众如来所行善固 依如来所说法固 如来智慧日光之所照固 如来智慧日光之所照固 那这个部分呢 他是在解释 主要的是 如来普色众生的 这样的一个普色 本来照字意上面 普色呢 就是说一切色受 那这里一切的色受呢 他告诉善才同志 说是一切众生 所受的诸乐 皆是如来 微得力固 那这个部分呢 主要的就是说 一切众生呢 他们能够真正 离苦得乐的这个乐 所受的诸乐 实际上呢 都是如来的 微得力才让我们 可以得到这样子的乐 因为世间呢 如果没有佛出世 那佛的这样的证悟 开启了我们众生 看到我们的苦 而能够得乐 那我们就不知道了 所以也因为诸佛 开启了 让众生可以 离苦得乐之道 所以众生所受的这种 无苦之乐 才是真正的乐 那这样子的乐呢 也都是因为有佛出世 那有佛这样的试教 让我们众生 可以知道这样来修行 所以这一些 众生所受的诸乐 皆是如来 微得力固 就是这样的原因 所以主要的是 我们众生 所贪求的世间的乐 它是有苦的乐 是短暂的乐 那从佛的这样的觉悟 所教导的 这种乐 才是究竟的乐 所以这些呢 都是如来 它的微得力 那主要的就是 如来正道了 然后呢 又如来呢 能够这样的慈悲教化 所以只要众生呢 能够顺如来的教 那行如来所说的教化 学如来所行 那也得到如来所护 那这样子呢 来修如来所教导的 它所正道的这样的道 就是在经文里面说 所应道 那就是所正道的意思 那也能够呢 众如如来所行的这样的善 那依照如来所说的法 来遵行 那也得到如来的 智慧日光的照耀 那也能够得到 那也能够得到如来的 清净的这样的业力 所持色 那这样子呢 就是得到如来的普色 所以这个就等于是 都能够依照佛的这样的教导呢 都能够往着 往如来的这样的正道的这样的方向 去成就 所以这样子呢 就是 这位主业神呢 他告诉善才同志的 就是实际上 他所正道的这个菩萨出身 广大喜光明解脱门 他的本身的境界的体 就是完全进入到 毕如这那如来 他的教化的这样的一个 整体的慈悲 色受众生的这样的一个境界 那所以呢 他接着又告诉善才同志 说云和知然 他是说 怎么样子能够知道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确实是如此呢 他说善男子啊 因为我入此出身 广大喜光明解脱 意念 辟如这那如来 应正等觉往昔所修 菩萨行海 西皆明鉴 所以这个部分呢 更加的详细的 明确的说明说 实际上他入到这个解脱法门 出身广大喜光明解脱 这样子的一个慈悲法门 实际上呢 就会做出身广大喜好